你看这两只叫加拿大 咬人家呢 你看把人家身上都弄湿了 大家好 我是金阳 这个埃拉这里边有一只小公 已经这个主人违约了 说这个家里边老婆不让养 重新再给他找主人 刚才呢 我给他挂了一个博圈 一会儿当然让大家看一眼 这只一只小公 卡脚了 这只小公呢也非常不错 一会儿我喂食物的时候 看那食物动力怎么样 可以让我们七只 那七只加拿大和这五只罗威纳 一块吃饭 我把那大桃子刷好之后放里边 然后把食物给他们倒里边 看他们谁吃的最欢 就是这只小家伙啊 已经给他带上博圈了 其他的都没带 看那家伙 长得挺漂亮啊 这个食堂呢 正好是十二个狗 让他们那七小只也过来 来来 你看看都爬上去了 你上在里边干嘛去 快出来 哎呀不行 闹不住了 乱套了 这一块 可以 我给你弄食物 给你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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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啥 十二只同时吃 这东西瞬间秒完啊 我给他放到这里边之后 你看他们低着头 根本就没有抬起来过 哎呀 这帮小加拿利长得也不小了 你看是吧 和这个卢威娜相比的话 也差不了多少了 但是我们卢威娜 他的身高还是高啊 比他们你看高多少 他们都肚子都按照这个石槽了 但是我们小卢威娜 他们的腿都没事 那一只带拨圈的 那只现在没有主人 你看看这食欲非常好 从放到这里 那个食物 他们一直就低着头吃 不光我们这只小公 他吃饭厉害 你看所有的狗 吃饭都很厉害的 你看看这只 这只食物动力 吃的多长得快 这下我这一个空盆 这一个空盆 你说你找他干啥 走走走走 给给给给 给给给给吃去吧 每天吃完东西啊 都是都是帮我刷盆 你看看这里边 清的干干净净的 我几乎我就不用管 不用给他们刷 这只 这只这个卢威娜 他现在 预苗什么的都齐全了 到家里边什么也不用管了 你现在能吃 动力还好 你这回去之后 直接就可以又训了 和主人拉进关系之后 就可以可以带着他 慢慢给他训练 现在加拿利也四十多天了 和他们能融入到一起 打架了 你看看 这假 如果要是人站到里边的话 那被他们就给就得烦死了 太多了 调皮了他们 你看那只 你看这两只 叫加拿利 咬人家的 啊 你看把人家身上都弄湿了 都 你看 有咬他的脖圈呢 这哪行啊 这个 一会儿把他们分开之后 就得把那脖圈给他 就这个拆掉 因为他那脖圈 正好是他们 那个啥 闹着玩啊 以为是玩具呢 就来回咬 呀 这这这这 马上就要拉了 别看那 分开了 分开了 这不行不行 太热闹了 你看那拉屎呢 还躺到这 你看一会儿都都得踩了 赶紧给他分开 哎呀 这帮小家伙 在一起的玩的时候 太热闹了 你如果有点想 单独的看他们的话 你看不了 摇 眼花缭乱 一直在那打闹 一直来回跑 所以说咱们还是把他们分开吧 啊 除非咱们就去这草坪里面大的地方 他们来回跑的时候 那个阶段啊 才能看出来谁能打过谁 现在挤到一起 也不知道谁打谁了 他们就是咬 就是闹哄 啊 小狗嘛 就是那样 谁也不服谁 各自给咱们分开之后 你看这产床就开始了 拉屎的都 啊 不光是刚才那一个拉 这会儿都开始了 我赶紧给咱们清理清理 哎呀 不清理能行吗 你看看啊 分开之后就开始都都决着屁股拉屎的 赶紧去拿动 你再一摸他肚子 他肚子这个地方 看看 鼓鼓的 按摸动 大家好 我是金阳 这两天没有看过小女王的小狗了 是吧 现在已经都睁眼了 啊 其实这个 小女王里边那个小狗 最弱那条小狗 已经死了两天了 因为他这个头一天 还在吃奶 第二天 上午中午的时候都没事 下午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那样就死了 大家也知道那条狗啊 比其他的小狗又小还弱 啊 比他人家个头小多了 小一半还得多 我估计还是消化不良 吃完了之后不吸收 导致小狗死了 嗯 不管他那个了 咱们进去看看这五只 剩下的这五只小家伙啊 看他们的活力 啊 大家看完之后就高兴了 我给大家拿起来看一眼啊 这一只 小母 哎 别动 别动 看一看 睁眼了吗 睁开眼睁开眼 瞇这眼干啥你 还顺还困呢 你看 哈哈 已经睁眼了 这只也是小母 啊 看看 睁眼了吧 是不是 哎呀呀呀跟着劲 特别有活力 特别有劲 先躺下躺下 等待我一会让你妈妈进来喂你们啊 这只也是母 这鸽头 你看看 看饿了饿了 看这体型多大呀 看这呛这只是母啊 啊 还是小母 哎呀呀呀看这个 浇狗 就近在帝元市上 Argentina 已经拿不住了 以为我喂吃的呢 这围独的一条小狗 小狗那家 每只小狗呢都睁眼的 小狗一个比一个胖 这家拿到手里边沉甸甸的 这里边呢 只有一条狗 四只母 死那条也是狗 只不过就是部长体质弱 优胜略胎 那没有办法的事 大家就不用想那条狗了 如果我要不给大家说的话 大家还会去问我 那条小狗在哪 那条小狗在哪 那条小狗 不是说抢救的问题 我来的时候 他已经都硬了 早晨 看完他没有事 辅助一波奶 中午看完他 也没有事 等到下午再来 去喂他的时候 已经就凉凉了 身体已经僵硬了都 让我们小女王喂奶 小女王躺哪边 看你奶水怎么样 足不足 够不够他们吃的 那个球一会儿再玩 一会儿再玩球 躺好 来看一下我们小女王 这奶水足不足 够不够他们吃的 啊 你看小家伙们吃奶 那个劲头 多足啊 他如果不知道吃奶的话 他也长不了这么大 对不对 都在努力的干饭 这两小家伙长的也不小啊 嗯 我才发现 哎呀 这肚子这么硬 哦 咱们进来的时候 应该是他们吃了一步了 这是 看这肚子这么硬 我说他们吃奶的时候 一直摇头晃脑的 这也不对啊 我以为是我们这个小女王 没有奶水 你再一摸他肚子 他肚子这个地方 看看 鼓鼓的 按不动 他里边已经有东西了 吃饭了 这是 刚才已经吃了 你在现在再吃的话 也吃不出来多少奶了 嗯 我们小女王也是啊 母性这么好 就躺着之后 他就不动 给我们小女王点赛 目前让我们 这五只小狗去吃小女王的奶水的时候 啊 看不出来好累了 我让小女王出去休休息两个小时 其实也不用那样看了 不管是好与坏啊 只要是 他要是如果没有奶水的话 咱看小狗都能看出来 小狗 没有奶水的话 吃不饱 小狗 一个是叫唤 再一个就是不长个啊 对不对 就成这样的啊 现在是小狗也长起来了 小狗还不叫唤 证明那个奶水还是有的 干嘛呀 多大了都 啊 多大了还往 还往我身上挤 你去 出去 出去玩去 去 去 推都推不走 行了行了 我不看了 这我们小女王这意思是碾我的 这是啊 一直是想让我抱着她 嗯 行了行了 出去吧 出去吧 我也走了 当然我们多米呢 烦的就是 你亲我脸 你看这家伙 没玩了 大家好 我是金阳 我们多米23号 啊是预产期 今天已经都16号了 前几天 大家都都在说啊 都在说我们多米 他的肚子没有 嗯 这次肯定怀的少 这次让你们看看啊 咱进去 进去里看一下肚子 看看这肚子里 得装多少货 看这家伙 哎呀 哎呀 看这肚子 看这肚子 啊 比前两天大多少 你看他背上 你看他背上 粗了多少 这要是生完狗之后 我们我们这个多米的体型 肯定要变了啊 现在你看他多宽了 整个的变了一个样子 快成快变成猪了 这家肚子 你看 能吃能喝 还能玩 前两天 谁说的 我们多米 这肚子里 没有东西 啊 没有脊子 怀的少 你再看看这肚子 你再看看 这么大 你看 这相差几天呢 这肚子就变化这么大 啊 还有十天呢 这十天这肚子 你得大到哪去啊 你这小狗 你别太大了 你太大了 不好生 这家 嗯 我我我都有点惊讶了 前两天是个瘦子 这两天是个大胖子 变化太大了 就因为我们多米 这肚子变化太大 我得 这几天 每天都得把它放出来 溜达啊 白天 把人家这几只 这个生产过的 这个母犬 全部关起来 让它自己在草坪里 在这院里转悠 啊 一会儿呢 咱就把老粗一放出来 让个老粗带着它 来回跑跑 你要不然你看 就 就找我来了 它叼着球还好一点 如果要是不叼球的话 就靠着我身体 就这样 我把老粗放出来 陪它玩会儿 活动量大了之后 生小狗 比较好 让我老粗陪着它 一好好转身 老粗一出来 全场飞腾 啊 这个 别的狗就羡慕它了 又让老粗出去了 又让老粗出去了 就得叫唤 平常的时候 不让它俩在一起玩 这猛一放出来 你看我们 多米 看看多米的警惕性 毛立马就站起来了 说完 刚说完 就咬它 不许咬啊 干嘛呀 它是小狗 烦你了是吧 只要我们多米一站毛 就没好事 只要是你惹毛了 它真 它是咬你 但是呢 给我们老粗留了一点面子 真没咬它这次 只不过就把它给 拿嘴给顶躺那了 没去咬它 如果刚才我们多米 嘴里有球的情况下 老粗 绝对挨打 绝对得挨咬一下 幸亏我出去的时候 把它球给它咬过来了 就这猛一出来 我们老粗对它仪 是非常亲切的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多米的 烦的就是 你亲我脸 行了 还咬了吧这次 还气 完了吧 老粗 老粗死性不改 老粗老粗 回去了 回去了 老粗 你就是死性不改 你还招惹它 把你拴起来 我看咬哪了 这一道 看 给我们老粗咬了个月牙 你这个家伙 告诉你多米 你就这样的脾气 人家谁也跟你玩不了 只有小木岸那样脾气 制止你 你这倒好 咬人家干嘛呀你 一个小狗 让人家陪你玩呢 人家稀罕你 才亲你呢 你这倒好 把人给咬了吧 这以后咋给你玩啊 你知道说你呢 还坐着 自己玩吧 我把老粗放过去 你自己就在这玩吧 这马上生产的孕妇 这脾气就是大 你看看 一言不合 就上去就咬人家 你这是为啥呀 你这个 人家 人家老粗讨好了 他就不乐意 这亏的刚才把球收起来 要不收的话 你想想 老粗这两人就得有牙印 这多米还给他面子呢 只能拿那个牙 蹭了一下 给他画了一个记号 哎 以后不让他俩出来了 就让多米在这吧 是等我有时间了之后 我在这草坪里转圈 让多米多走走 多跑跑 哎呀 没法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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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